在最近一期的,潘谈会,上面对记者砸来的一系列房地产相关问题,潘石一说道,我现在金盆洗手了,所有房地产的事情都不谈,只谈摄影和写作。 随后白岩松打趣道,潘总的安全和度过危险的方式就是他笑着说的。 网友调侃,金盆洗手,多见打家结社之图专用,潘石一对自己定位挺准。 这话从何说起呢? 众所周知,潘石一是近两年最早跟随李嘉诚脚步,大举抛售国内房产的房地产大佬之一。 统计数据显示,从15年至今,潘石一累计抛售旗下资产套现多达近400亿,就在刚刚过去的11月,他又以以50.08亿价格将持有的零空SOHO12.8万平米物业出售给机会资本权威媒体爆料,潘三年以来几乎清空了手上的房产项目。 但是就在今年3月,他才说过,现在的市场环境,我手里拿一笔人民币现金,显然不如我捏着一堆房子。 反观其做法,实在是南辕北辙,嘴上拼命说着房地产市场如何如何大好的话,暗地里却用脚在投票,怪不得大家都称他是,潘仁金,呢? 早在2014年万科的预量就说过,房地产已经告别黄金时代,正式踏入白银时代,上个月他又再次产明,房地产经过快速扩张,现在已经进入危急时刻,万科的新定位也转变为未来成为,国际租赁,企业。 房地产已经变天,过去疯狂开发盖房的增量房时代已经转向精细化运作的存量资产管理时代。 即便孙宏斌后来对到,接下来是大企业的钻石时代,实质上他们说的并不是一回事,预量所言是房地产企业随便挣钱的时代结束了,拿今年的市场来看,三四线城市在国家,去库存,口号下营来爆发,房企跟着吃到了肉,但这实际上已经暴露了巨大的危机,如果不是政策的引导。 相信开发商已经输得抵朝天了。 而孙宏斌说的大企业进入钻石时代是指未来房地产集中度更高,实际上从今年的销售统计来看,集中度较上一年确实提高不少,再加上当前信贷政策紧而不松,很多中小房企确实面临之有被收购兼并的命运了。 这并不能否定,过去房价一路上涨,房企,躺着赚钱,的时代确实过去了的事实。 事实上,潘石一近两年公开发表了不少看空房地产的言论,他曾经说过,人工智能和互联网时代是反房地产的,并坚定地认为未来房价一定会降。 而且他还说过,中国现在并不缺房子,知识房子没有被真正利用起来,比起很多城市的高库存,高空置率同样是房地产的诟病之一。 中国要解决高房价问题,就不得不首先解决高空置率,否则建再多的房子还是不能真正实现其最大价值。 其实笔者对于这种说法还是非常认可的,统计数据显示当前中国的人均居住面积已经高达40.8平,此结果还不包括一些不能计算在内的房屋面积。 而业内共同认可的高空置率更是居世界前列,已经清晰地显示当前的房地产市场投资需求太过旺盛,炒房,炖房行为猖狂,楼市泡沫,尤其是三四线城市已经越吹越大了。 可笑的是,很多人依然认为房地产市场没有泡沫,依然坚持认为房地产投资的时代尚未结束,这就有点自欺欺人了。 任何行业都一样,存在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知道问题的根源却不敢正视,这只会让问题更加严重,最后击中难返,无药可治。 好在从本轮调控之初提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依概念起,住房回归居住功能已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 就目前楼市情况而言,房价想要维持稳定局面就必须通过合理的办法来排挤出楼市存在的泡沫,归根结底就是帮助解决刚需的居住问题,实现人人住有所居。 极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好在我们非常庆幸的看到,房地产当前正沿着这一逻辑在向前推进,政策的出发也不是纯粹为了打击房价而制定,而是满足不同层次的人的居住要求,因为无论怎么调控房价都不会降到每个人都能买得起的地步,但解决刚需的居住也并非买房一条途径。 回到潘石屹的话题上,他坚定不移地选择抛售甚至清空旗下房产项目已经表明了其立场,房地产过去的玩法变了,过去的传统思维一定要改变。 而传导到购房者这里同样要做出改变,这种改变是大家真切感受到的市场变化,政策作用在给买房制造麻烦,银行在不断收紧利率, 贷款难度再加大,开发商破于限价新盘入市速度和数量越来越吃力,要求购房的门槛也越来越高等等这一切最后集中到购房者身上就是买房变得越来越难, 甚至房价下降了但购房者可能需要支付的费用非但没有下降反而增多了,这在未来将是常态。 但可惜的是另一面,我们却看到租房市场在发展健全、信用租房、国有租房平台等的建立在未刚需解决居住问题上小功夫, 共有产权房、租房rights等举措在减轻、加薪层的购房压力。 时隔一年,相信现在仍然,五眼买房的已经不复存在了,炒房投机者也在陆续离场。 刚需购房的观望情绪更加浓厚,这些改变的背后是房地产暴富的逻辑改变的结果, 更是掉控政策施压后的效果,也是房价不断上涨的预期被改变的结果,买房和赚钱已经不能再划上等号了。 过去买房躺着赚钱的思维正在逆转,宗庆后也劝诫道,年轻人要做就做个实干家,成天鼓吹那些虚的真的很傻。 而根据刚刚入职恒大享受1500万年薪的经济学家仁泽平的判断,正在出清库存的中国经济,即将迎来新一轮周期。 在新周期下,房价涨幅将远远低于每个人在自己的各自事业领域内所获得的收益。 鉴于这样的市场前景,很多人若还在拼命买房,用几代人的幸福赌房价,也许最终的代价将是输掉整个人生,这种做法很傻。